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迎接周末假期介绍两部本周上映的国片 喜剧片五星级鱼干女 由柯佳彦和周华健的儿子周厚安主演 温泉旅馆面临倒闭 第三代女主人决定接手经营 苦无对策之际遇上想要打工换宿的阿兜阿 为了重振旅馆 女主人联手美国帅哥展开疯狂计划 只要我长大由原住民女导演指导 描述三个在部落间长大的男孩 表面活泼贪玩内心却各有故事 导演希望以小朋友的角度威胁的手法 让观众看到原住民的处境 老大 一颗水米桶你要卖多少钱 帮助原住民小朋友 小姐 你很漂亮 你们三个 老片只要我长大改变真言真事 三个原住民小男孩个性调皮捣蛋 全因为家庭问题各环心事 但他们仍以最乐观的态度成长 导演陈金瑶是台湾第一位原住民女导演 她希望以小男孩的故事传达暗语勇气 也带出原住民家庭和部落中的语题 是一部令人效忠带累的温馨小品 你最想去什么地方 我妈妈待北的家 我的名字是玛丽 你的名字是玛丽 我的名字是玛丽 我的名字是玛丽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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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以每下玉矿面临倒闭 不修蝙蝠拉里拉塔的第三代女主人 为了赚取打工留学的学费 决定亲自接手金金 联手打工换速的帅哥阿多瓦 展开疯狂复兴计划 今天就有168个载 欢迎光临今日的玛丽 玛丽 我现在有什么要关系 你现在安全了 好莱坞科幻片分歧者 改编同名小说 再度推出世纪 派别瓦解的芝加哥内战 一触即发 在重兵追捕下 祖人翁翠斯带领众人 突破高墙逃离 却掉入一片遭受放射险污染的荒原 索性被人类救起 护送到基因改造局 没想到却是灾难的来临 为了生存 在爱与牺牲之间 翠斯必须做出重大决定 你去哪里 我们在救城市 撞她 什么 这有军事的军事 我去找你 哎 哎 悬疑惊悚片致命地 由哈利波特的妙丽爱马华森主演 1973年致力政变 男主角在混乱中被秘密警察 带到一个名为尊严殖民地的神秘庄园 女主角为了寻找男友 乔装忠诚的追随者深入境地 没想到却目睹种种令人不寒额厉的恐怖酷刑 女主角必须在神秘组织的监控下挽救生死未卜的男友 本片改变真人真事揭露极端教派的黑暗历史 装设不合报道 两年多前与台湾断交的非洲国家甘比亚 17号宣布与中国大陆互交 正在出访中南美洲友邦的马英九总统 对此仍然表达强烈不满 两年前11月14号已经组织了国外交关系 在这个事发生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香港的资讯 但是此时此刻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仍然认为机会不当 我们要表示强烈的部门 不引擎官交部跟部委员 分别就政治的事情 相信对外的说明 我们也对于甘比亚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深表遗憾 我们认为我们过去跟甘比亚 非常有长期合作的关系 就是两年四个月事前 甘比亚跟我们公共外交关系之后 我们跟甘比亚目前并没有任何的合作计划 也没有任何正式的来往 台湾520即将政权轮替 大陆与甘比亚在这个时间点互交 引起外界臆测实际敏感 对此外交部长林永乐表示 过去甘比亚和大陆的联系 政府都有注意到 目前我国和22个邦交国的关系 还是非常稳固 目前甘比亚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 对于所有的邦交国 我们都有大使馆 我们都有相关的同仁 我们也会持续地跟他们各界都保持联络 包括他们的高层 我们认为目前来看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对于大陆与甘比亚复交 目前正在贝里斯访问的马总统 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但在心情上 马总统不会言 确实会受到一定影响 中央社记者裴珍 谢家珍贝里斯报道 台湾旅日期后 谢一鸣在日本棋院女流名人第三站 击败47岁的挑战者 青木喜九代八段 写下九连霸记录 其一被观战骑士夸赞 有如人工智慧城市阿法购 但谢一鸣认为自己的表现 仍有检讨空间 在中盘阶段的时候 就进入独秒了 自己在一分钟之内 就是有很多棋都没有 就是没有下得很好的 那至于那些错误在哪里 我可能就是回去 还要好好检讨一下 对于日前南韩棋王李适时 和阿法购的人机大战 谢一鸣表示 他全程观看并深入研究 对阿法购的棋法和思考逻辑 感到不可思议 阿法购跟李适时九段的对决 真的是算是四季大战的感觉 尤其是阿法购他的下发 跟就是以前的我们的尝试 不一样 觉得很新奇 而被问到是否想和阿法购对决 谢一鸣谦虚表示 自己的棋力不知道有没有资格 但有机会希望能和阿法购切磋 这场名人赛 谢一鸣以二胜一败的成绩 再次未免 让他成功保住女流名人 女流棋胜和女流本应房 三大头衔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 动静报道 中央社记者 这一场 感谢大家 为了替马国守护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为了即将到来的终止新球季 桃园拉拉队LAMI GIRLS 早已进入春训 为新球季展开集训 LAMI GIRLS注入新鞋 六位新进队员来报道 学妹为了熟练舞步赶上进度 取自一手接一手请练 好比实战演出 我觉得我快记不住舞步了 因为太多首 我们自己要学也有大概二十几首 然后春训又叫大概十几首吧 觉得头要爆炸 我觉得脚非常的酸 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一直在按我的小腿 我觉得学姐们真的很厉害 可以跳一整天 学妹认真 LAMI GIRLS随即也给你鼓励的同事 也不忘加强自己 有学妹进来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基地啦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表现得比她们再更好 然后作为她们的典范 学妹其实态度都还蛮认真的 因为我们就是在练习的时候 除了加油歌还有表演的舞步这样子 然后她们都很认真 然后很努力地在一起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要说学妹加油 LAMI GIRLS 桃园啦啦队目前扩升到二十多人 是中职四队最多 人海战术强力放电 期望在星球季给球迷不一样的视觉震撼 再次擦亮LAMI GIRLS这块招牌 这样是姐张欣伟 桃园采访报导 走出忧郁症 艺人欧阳静近年来积极参加马拉松路跑 不管是国内外的赛事 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跑出兴趣 跑出心得 欧阳静出书鼓励大家持续跑下去 也和书迷分享她多次在日本 跑马拉松的特别经验 靖刚马拉松就是以纪念德川家康 为主题而举行的马拉松 而靖刚马拉松的赛道 除了让大家可以看到富士山之外 他们的赛道沿间经过的一些景点 像浅尖神社 九能山 东照宫 都是跟德川家康有关的一些历史景点 除了德川家康的巡礼外 东京马拉松的跑者变装秀 更是跑者必去朝圣参加的日本赛事之一 参加国外赛事不只有跑步 赛后还可以享受当地美食 感受不同文化 边吃边跑边玩 马拉松不再枯燥无聊 也成为她继续跑下去的动力 鸟取最大的景点 鸟取沙丘 对 它是日本最大的沙丘 是一个像大沙漠的地方在海边 那鸟取马拉松的起跑点就是在那里 如果喜欢柯南的人一定也要去鸟取 因为柯南的作者 青山钢昌 他是鸟取人 所以青山钢昌博物馆就在鸟取 那鸟取还有一个机场 叫做沙丘柯南机场 那个机场就跟柯南博物馆一样 所以柯南民一定要去你要去 从冲绳到东京到北海道 从城市跑进乡村 日本民众的加油声 每一场赛事都让欧阳靖有不同的感受 他认为跑步除了意志力 更需要热情 不妨尝试跑长海外马 体会有别于台湾截然不同的马拉松文化 中央市地的张志燕台北报导 今年2月6号凌晨 高雄美农发生强症 导致117人死亡 台南市灾情最为严重 其中围灌金龙大楼因耐震度不足倒塌 造成115人临难 震灾至今 家园重建之路漫长 居民意见整合不易 没有共事就无法重建 而在司法诉讼部分 目前市府已向围灌建商 建筑师等人 提出总额超过新台币3亿元的假扣押执行 检方也分案调查侦办 不只围灌大楼 更有不少台南建筑物列为围楼无法居住 收灾户希望 灾后附件及灾损都能纳入补助范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